西东捷运线的模拟路线要拼2032年完工 松茫湖县东湖站出发 全线采高架设置六座车站 途经系纸科学园区 终点站在系纸区公所站 衔接基隆捷运 配合公告招标新北市捷运局 去年10月迫不及待的上传影片 原定今年2月20号 绝标期间碰上铁道局 建议修改轨道机电国产化 评分项目 再延长至3月8号绝标 不过直到最后一刻 任何人没有厂商投标 也许你可以把土木跟机电 分开来招标 这也是一个模式 或是创造一个更好的投资环境 让这些厂商有意愿来投标 西东线的流标 初步是因为缺工缺料 以及物价的波动 导致厂商投标的意愿很低 我会持续的来督促市政府 新北市捷运局证实流标原因 主要为近年来市场缺工 公司及物料双双飙涨涨 多件大型工程同时推出 以致厂商承认能量区域饱和 其捷运供旗厂面临的射击状况 风险较高 导致厂商投标意愿变低 前内政部长李鸿源也给建言 台湾工程建计是小小的啦 这个会来投的厂商其实也就那几家 三家来谈就是说到底它流标问题出在哪里 可能要有一个让商人有利可图的一个担架 那你才会吸引人家来来标 也会来征询潜在厂商的意见之后 来进行招标文件内容的修正 以及预算的修正 而此外呢 也会来尽速的办理第二次的招标 其实和基隆民众期待很久的捷运线 2032年能否顺利完工 是未知处 但第一阶段已经先卡关 TVBS为周期为留听听听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